帶著大包小包滯留杜拜機場內 將近六小時旅客一臉無奈 甚至累到睡在椅子上 台中一名陳先生控訴 大年初一他帶家人跟團 去北歐看激光 一家人花了八十萬團費 但他不滿這一趟北歐之旅 卻因班機延誤 導致一連串行程縮水 這段血膠拉到外面去 補帝王蟹的是完全沒有的 可是這上面都是有門票的 合理來講沒有走的行程 是應該退給團員才對 陳先生一家人 2月10號從臺北飛杜拜轉機 遇上班機延遲 導致錯過轉機航班 滯留杜拜機場內等待 12號從杜拜飛往挪威 又遇上班機延遲 市區觀光行程被取消 也沒看到激光 13號原定抓帝王蟹 雪敲車的行程 以及冰雪管住宿 統統取消 陳先生控訴 當天晚上領隊也沒提醒 要注意激光警報器 導致團員錯過看激光的瞬間 17號飛往司的戈爾摩 又因為行李沒跟上 多花時間等待 加上當地遊行 參觀時間被嚴重壓縮 當時旅行社透過生命稿回應 公司處理原則是依照 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 因航空機械故障等因素 導致旅遊內容變更 也讓他們支付不少額外費用 對於旅程無法順利進行 聲表歉意 將協助旅客申請延誤證明 消保官表示 若雙方沒有達成共識 旅客可以向平保協會提出申訴 但一人要價20萬的極光之旅 因搬機問題形成被迫縮水 恐怕不是旅行社一句道歉就能彌補 蔡英選揚近稅率SNG要助 台中報導